大家好 今天 新駕講好了 很不幸的 突然走感知器換完以後 還是會 然後 狀況是 熱車以後 譬如說你持續的運作 你一直開 開到可能 水箱風扇開了一次到兩次以後 你只要 停紅燈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抖動的狀況 那 剛剛我把車發動 要往後移 因為我要拆前保桿 因為我裝的是小元氣的前保桿 所以會比較低 阿我的那個油壓前進點進不去 所以我要拆保桿 那我發動要往後退的時候 它又來了 它的 怎麼說 代速的時候 就會抖動 因為 多數車來講 我上一篇有講到 這一顆 跟曲軸感知器 它們功能是差不多 但是在多數的車子上面 曲軸感知器會比較重要 因為這一顆 如果不作動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點火不準確 但是如果是下面那顆 曲軸感知器 故障的話 就直接就是壞掉不工作的話 它會導致整個熄火 這樣講好了 這一顆如果沒有送訊號回去 最多就是點火不正常 最多就是點火不正常 可能會灑咖灑咖 諸如此類的 但是如果是下面那顆曲軸感知器 沒有送訊號回去的話 會導致整台車熄火 那 綜合 我上一次去醫院車 直接熄火 再加上 帶出會抖動 我是覺得很有可能 下面那顆也是直接就掛掉 它可能就是真的過熱的時候 就不工作了 然後 如果溫度比較低的話 它還會點火 但是會不正常 所以啦 今天的重點就是 如何更換 曲軸感知器 曲軸感知器 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更換曲軸感知器的話 以我們TLR 以沙姆來講的話 你只要 其實用旁邊前進頂 就把它頂起來 然後把輪子 轉到撇一邊 然後把這塊護蓋 這塊護蓋拔掉 你就可以看到曲軸感知器了 那 稍等一下 我先拆一下 然後 像在拆裝的時候 護蓋後面這邊 是這種 塑膠的十字扣 這種多半都是弄在內裝啊 一些塑膠板上 然後 前面的話 就是兩顆十號的螺絲 都拆掉以後 就可以往前移動了 把後面這邊 往前跨過來 然後 稍微折一下 這個是塑膠的 沒有關係 這樣就下來了 就在那邊 就是那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曲軸感知器 看到了嗎 這一顆 然後準備的工具 就找一把機輪板手 然後十號的套頭 這樣就可以了 對了 然後要先記得上去把插頭拔掉 它的插頭是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先拔掉 稍等一下 因為 它這一個 這一邊 它的另外一邊 有套在這個 鐵片上 固定片上 所以要稍微出力的拉一下 然後 這邊有一個塑膠扣 把它 把它 解開 那把它小一字 小了一字 就可以把它解開了 自己DIY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 小心的弄 不要把它弄壞了 像如果 角度不好的話 你可以 像我現在這樣子 我選擇直接 把它整個塑膠扣 拔下來 因為它這個塑膠扣 它在上面的話 就一邊 你不好處理 然後 我稍等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 就可以把它拆掉了 但是拆之前 我建議 各位就是 先大致的 看一下 它這個角度 它的間隙 我先拆一下好了 然後 當你都拆完以後 上面 像上面這個塑膠扣 我是直接把它拔掉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下面這邊 這邊 我手電筒罩的這邊 它還有一個塑膠扣在那邊 所以 所以那個 真的只能把它解開了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看到 總之就是 它一條線上 會有兩個塑膠扣 你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直接解開 第二個可能就要想辦法 因為我現在這邊 我看不到它哪裡 可以把它解開 對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有沒有看到 在那邊 在這個光點的下面 我先把它弄一下 好了 這樣就拆下來了 那 它另外一個扣跟這個是一樣的 它是扣這樣子 然後 就找一把 這種長的 以字如是起字 從這邊 你可以看到 它一邊是沒有尺 一邊有尺 然後它是插這樣子 插進去以後 我們就從上面 插到這油尺這邊 扳開 然後它就開了 因為我看不到它另外一個 這個頭在哪裡 所以我沒辦法 把它直接直接解下來 所以我就選擇 在車上把它解開 那等一下裝回去的話 可能就是 也是一樣 一字如是要把它扳開 把線塞進去 再裝回去就好了 然後 這一顆就是 換下來的 驅走感知器 稍微插一下 因為 網路上很多說法啦 什麼正常複場 一些的 像 這一顆的話 目前看起來 應該真的很多年 上面的 我親它是因為 想要讓各位看清楚它的樣子 然後跟我買的 所謂的 交正常的 零件商所供應的零件的差別 以網路上的資訊來講的話 他們是說 正常件這邊的話 跟副場件會有差別 然後這個一樣都是有三菱的編號 如果 如果以我的判斷的話 我覺得 這一顆 可能前車主 根本就沒有 都沒有換過 然後 也有可能是這邊 因為它是靠這邊偵測嘛 這邊如果太髒 堵住的話 也有可能啦 只是 這種可能性 沒有專業儀器下去測 我們也很難知道說 它到底是因為 太髒 導致 還是 問題是 真的是沒有 沒有 那個專用工具 會很麻煩 但是一般人也沒有專用工具啊 它原來是套這樣子 然後 它的插頭是這樣子 那跟我買的 外觀看起來 也是都差不多 然後細節上 細節上很難去判斷啊 細節上很難去判斷啊 因為這顆 這顆 舊的這顆太久了 然後 新的這一顆 這樣子去比較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有可能 它這顆從來沒有換過 從新車到現在 因為 它這邊好像有 有一個 狗襪的痕跡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 從哪裡弄到的 因為 我得到的資訊是說 可能看這邊 你副場的 副場的這邊會比較凸 然後正常的會比較凹 比較平 嗯 嗯 插頭的顏色 我還是覺得應該就都差不多啦 兩顆是一樣的 因為我從任何細節 我都看不太出來哪裡有什麼差別 一樣也有六號 三菱的六號 那是 J5T27072 然後 這一顆是 1409 這一顆是1823 當然啦 我不知道這編號是來看什麼 可能六號吧 然後這樣的差異 這個就跟我之前換 突然走感知器 剛好相反 突然走感知器很明顯的 看得出來 一顆是 品質比較好 然後一顆 就是 有點比較 奇怪的 好吧 那就先把它裝上去囉 反正就下來了 稍等一下